起来 臣妾给皇上请安 你怎么来了 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 皇后没心情 你不必请安了 陪朕走走吧 是 皇上看上去累了 臣被大臣们 过灶了两个时辰 又被皇后请来听她 哭诉请求 这许嫁一个公主啊 竟让前朝和后宫 闹得如此厉害 太后和皇后生为人母 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妹妹 朕都舍不得 若非要一个家到蒙古去 朕很为难 若是横提不加 非要颈色去 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 这身子怎么好得了啊 皇后娘娘有其太医堪固着 皇上也不必太担心 许嫁之事 过些时日 太后和皇后 都会想明白的 皇上到时候 就会有个决断了 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子欠安 未能成婚定性 以事礼数不周 哪还敢受皇娘的东西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 封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瞧瞧 这几颗珍珠 磕磕圆润 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作给她添嫁妆吧 来 福佳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最为珍贵 如今 横提长公主要许家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横提妹妹的庄帘增色 茶水凉了 福佳 换杯热的 是 多亏 可以 就要 这么想 ろう 来 小婷 健康 将来 看 你 在这边 你可以 来 是他嫁与克尔亲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他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念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克尔亲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重 这不现成 有横提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提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在考虑晚辈的回事 皇上 太后招皇后娘娘过去 听说二位主子有点杠上了 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 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逼着皇后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渔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甚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 是 皇上 张廷玉大人求见 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 如意 你去屏风后面暂避 是 让她进来 喳 哀家 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和娘 永从心伤 景色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横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横提妹妹 嫁去克尔进步 皇和娘也始终有皇上 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横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彪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即席 横提妹妹 已经到了彪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真是不易呀 当年那么多波折 差点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妇禁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成了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 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子无女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便只有横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利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 非臣见过太后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神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吊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惊绝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额娘 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你而出嫁 好 哀家 盼着你和皇帝 白头偕老 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 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横帝出嫁为止 您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他们实在害怕 要把她留在身边 还要把她留在身边 臣想来想去 恒提长公主驾到科尔沁部 还是实在不妥 恒提是嫁公主 有何不妥啊 皇上细想啊 端书长公主驾到了 萧永山战的准格尔部 那么恒提长公主 若再驾到尊贵附属的科尔沁部 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 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 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 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或许和静公主 可以嫁到科尔沁部 皇上反过来想想 朝臣们的反对 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 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 是为皇上寄属的 为皇上宫都不想 才会是得知 还不听 由皇上属公主 不是 为皇上属公主 至于皇上属公主 在是为皇上不理 以皇上属公主 至于皇上属公主 至于皇上宫都会被爱 香港秘密的载民 心就烦 那秦带着朝臣们 极力主张驾景色 不驾横提 张婷玉 算是和黄儿娘较疏远的重臣 她为朕思虑 也说要驾景色 也不知她是否真心实意 应该是 张大人的话 臣妾昨日也听见了 如若横提真的驾往克尔庆部 尊长得的确是太后的权势 这为父为子 为父为兄 又为久武之尊 许多的决断 确实让朕为难 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 对和靖公主 有着妇女的血浓之情 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 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 必有多重思虑 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 是最重要的了 朕是皇帝 是大清的君主 朕的心里面 不能只有亲人 而无朝局 皇上 似有不悦之事 你可知道 蒙古科尔进步 要替其子 色不腾巴勒朱尔 求许嫡出公主 那孩子你知道 一直在京中 是皇子们的半徒 后来两年前又封为辅国公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 卫书家的嫡出公主 除了皇额娘的幼女 恒铁掌公主 便只有皇上和臣妾的景色了 难不成 科尔沁部是要求取景色 这科尔沁部啊 只说要求取嫡出公主 也未说明是哪位公主 所以才要斟酌 这若是嫁在京中 还好些 这按照 科尔沁部历来的传统 亲王之子成亲 是要居住在科尔沁部的 那这就是远嫁了 别傅礼母 这也太苦了 请梅萍娘娘安 听闻皇后的病情好了许多 臣妾特来向皇后请安 皇上正在里头呢 请娘娘略等等 也好 那 我就先院里溜达溜达 横蹄妹妹正值方林 醉意出嫁 皇上 虽说科尔沁部是蒙古大部 最是附属尊贵 可咱们的景色还小 怎么可以嫁去那么远呢 朕与你想的一样 但朝中大臣 极力反对 朕将横蹄公主远嫁 理由是 横绰公主已经嫁到准个儿 若是横蹄公主再远嫁 只怕皇额娘会老怀伤心哪 臣妾才没了有错 立刻要景色远嫁 这不是要了臣妾的命去 皇后莫急 扶皇后坐下 是 娘娘 皇后啊 你别这么说 朕明白你的心思 朕也不舍 将景色远嫁呀 臣妾一听说 朝廷议论求娶嫡公主的事 想着皇上又没来您这儿 定是去了皇后那儿商议 臣妾借口请安 果然听见皇后 一心护着自己的女儿 想把您的横蹄长公主 远嫁到蒙古去 皇后 在意自己的女儿 却浑然不在意哀家的女儿吗 人心 都是肉长的 谁的女儿谁疼 你是个有孝心的 哀家知道 之前 哀家让你做什么 你才做什么 这次 你倒是上赶着 自己做事 臣妾 也有过自己的孩子 怎会不知太后 心疼女儿的心情 臣妾 一心想为太后您分忧 嗯 很懂事 臣妾就奇怪了 皇后本来病得起不来身 怎么说好就好了呢 皇后这哪是好啊 怕是用药吊着命吧 那 何敬公主真要原嫁 皇后 他哪受得住这般伤心挫磨呀 皇后受不住 哀家就受得住啊 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了 罢了 出去吧 臣妾告退 好 梅瓶 梅瓶虽说身子不大好 但论有用 可比庆常在和淑瓶强多了 淑瓶一心都在皇帝身上 不大会为挨家的事开口 可是 横体远嫁是件大事 不管皇帝怎么想 你一定要跟乐钦他们说 大臣们 一定要反对 反对到底 是 何敬公主性子颇傲 远嫁蒙古魔力性情 挺好 她不是 老是自诩为嫡出公主吗 那就该让她尽进 嫡公主的职责 娘娘 皇后娘娘 朱 问家妃娘娘安 妹妹怎么来了 快别客气 坐 李欣 是 这什么风把妹妹给吹来了 听说 她的身子果不行了 全拿药吊着 既然皇后的病是吊着的 那就最不能伤心动气 那如若她唯一的女儿 当真必须远嫁的话 她怕是要伤心坏了吧 那怕是要受不住了吧 臣妾给皇上请安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你在等朕啊 听说皇上心情不快 臣妾想说陪皇上走走 散散心 不必了 是不是 为了公主远嫁之事 你也有话要说啊 皇上真的生气了 大臣们反对 横提远嫁 跟朕过造了两个时辰 接着没品 也跑来凑热闹 你呢 你想说些什么 远嫁公主是前朝政事 臣妾无话可说 那你是要朕去见皇阿娘吗 皇上若是想见 自然会去见 皇上若是暂时不想见 自然有皇上的理由 只是皇上如果没有 心情散心 臣妾就先告退 那你来干什么 臣妾只是希望 皇上不那么累 不那么烦忧 好 好 朕知道了 你回去吧 臣妾告退 朱儿 太后不是让您来替她说话吗 您怎么什么也没说啊 皇上心烦 我实在是不愿再赠她烦忧 太后若是要怪我无用就怪吧 让你去劝皇帝 你是怎么劝的 让你去劝皇帝 太后息怒 皇上心烦 臣妾真的不想让她更烦忧了 臣妾理解太后心疼女儿 可皇上身为人妇 她也真的舍不得和静公主 这个和皇后唯一的女儿呀 你倒是体贴皇帝呀 怎么不体贴体贴哀家 一定要让哀家接连远嫁两位女儿 你才高兴吗 臣妾不敢 臣妾心疼太后 但也真的舍不得皇上 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劝说 最后 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你忘了哀家 是怎么成全你的私募之情 让你成了皇帝的嫔妃 若不是哀家 能有你今日 太后打得对 是臣妾无用 臣妾不能向您报恩 可是太后 您既知道臣妾一片痴情 就知道臣妾是真的做不到 长久以来 你就不肯为哀家的事 向皇帝进言 哀家提料你是一片真心 也不多做要求 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是为了横提 你知道哀家 是不能再跟自己的骨肉分离了 臣妾明白您的交际难过 是臣妾无用 请太后息怒 早知道你如此擒持心软 哀家就不该成全你 迟早要吃大亏 对 皇上既然在一刻而轻步 想和他们密不可分 那就只有将自己最信任的人 嫁过去 才是最好最稳妥的 臣当然知道 让景色嫁过去最为何事 可皇后才逝了永聪 臣怎么忍心 让她再承受生离之苦呢 对 臣妾知道皇上的忧虑 但是国有重用 公主先是帝王家臣 才是父母之女 这件事情容朕再想想 皇上 傅衡大人在医术坊外求见 他定是为了此事来求见 他呀 肯定会为皇后母女说话 既然傅衡大人求见 皇上不妨听一听 那钦他们进宫劝阻 横提远驾蒙古 皇帝不知道听进去没有 太后别急 您得沉住气 皇帝都几日没来请安了 有幸避着哀家呢 有些话哀家说不得 但须得有人去说 太后是指 梳瓶和梅瓶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那钦他们 在前朝里禁言 这后宫的枕边风也要吹起来 可惜啊 梳瓶 他情痴根本用不上 梅瓶倒是有心 就是笨嘴 拨折 也说不到点子上 皇上近来一直心交 眼下恐怕只有贤贵妃 才能在皇上跟前说进去话 要不要 要不要奴婢把贤贵妃找来 咱们主动去找她 但是哀家还不想给她这个怜悉 是 不过太后 哪亲大人在朝中 可是一直力劝皇上 不要许嫁横蹄长公主的 可私下里也劝过您 其实 横蹄长公主嫁到克尔亲部 也不是坏事 毕竟克尔亲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长公主若嫁过去 与太后您在宫中 朝中的地位 也是有好处的 这些 哀家怎能不知 可所有的好处堆到一块儿 都不急孩子在身边要紧 当年横瀀远嫁 哀家就是为了朝廷 不得不先进了贵妃的职责 尽量不去想 哀家还是个额娘 可如今 哀家正日活在 对横瀀的思念之中 身边唯一的横蹄 还有可能再要被远嫁 哀家 顾不得那些好处职责了 此时的哀家 先是个额娘 再是太后 贤贵妃来给太后请安 让她进来吧 请 臣妾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坐 谢太后 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呀 臣妾是晚辈 是来替太后解忧 前朝大臣们都劝不动皇帝 难不成你想去劝劝他 朝臣们 是被劝在点子上 倒是张庭与张大人 白面见皇上 说了许家和静公主的好处 皇帝听进去了 臣妾不知 不过臣妾 恳请太后 知会朝臣们 立成横提 长公主下架的益处 极力劝劝 极力劝劝 长公主原嫁 贤贵妃 您这 不是出太后的心窝子吗 不仅如此 太后还要自己递封出去 让皇上知道 太后已经知道了 下架长公主的益处 极力要将长公主嫁出去 艾家自己去说 要许嫁横提 是 当然 臣妾不是真的想让太后嫁女 而是想帮太后 把长公主留在身边 所以恳请太后迎世 前朝后宫齐礼 月室人人知道 太后要嫁女 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 岳能力宝 横提长公主留在宫中 择力而为 是为后妃的选择 力宝儿女 是为人母的选择 皇后是额娘 即便她知道 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的 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 一时乱了方寸 才会不顾病逝 为和静公主拼礼一搏 这时候太后和皇后 谁先定下心来 往前走一步 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 好处多了 才会让人心动 哀家自己去造势 让傅察氏族暗暖不入 碧会给皇后施压 皇后是傅察氏之女 处处以权族利益为重 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 怕她也无可奈何 哀家小瞧你了 果然是个聪明人 谢谢太后夸奖 皇上为此事烦心已久 臣妾只想祝皇上了了这桩心事 心事一了 朝局也安稳 臣妾也可以略略报答 当年太后的庇护之恩 という案子 仅是如此 仅是如此 怕你 还恨着皇后吧 臣妾不敢 冰雪聪慧 你这脾性 哀家喜欢 皇上还在为蒙古求娶之势烦心吗 皇上别这么看着臣妾 臣妾不胡乱多嘴就是了 说来臣妾也是和靖公主的庶母 当然是希望公主留在身边的好啊 这还像句话 嫁了蒙古便是得了实打实的靠山 皇上满心孝顺 自然是希望科尔沁部 这般威武的好女婿 是给太后得了的 实打实的靠山 这个道理你明白 难道朕不明白吗 皇上当然是最明理的 谁的女婿总帮衬着谁嘛 行了 你别说了 真意已决 下去吧 臣妾告退 皇上要本宫和淳贵妃去劝和靖公主啊 是 皇上怕是自己为难 皇上虽然决定让和靖公主下嫁 可心里总是不好受 若贤主和淳贵妃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 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 本宫明白 也是该替皇上分忧 可公主的性子怕是不好劝 和靖公主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 性子巨傲 一向是不好说话的 有劳贤主和淳贵妃了 淳贵妃已经知道了 正在赶来要与您商议呢 本宫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喳 楚儿 看来您跟淳贵妃有钉子要碰了 也许吧 劝和淳公主之事啊 不能越过皇后 午后等皇后服了药 精神些 咱们先去面见皇后 眼下不是应该先去劝说 和淳公主吗 皇上并没有让您先去见皇后娘娘啊 皇后娘娘是和淳公主的额娘 这事也瞒不了她 皇后娘娘 陈红十八日 hospital 臣家 你所得说自 sticks你 别说自我 这是福镇的 案件 deal 你也没有 让本宫同意谨色出嫁呢 就连张婷玉大人 都在皇上面前敬言了 您再舍不得母女分离 也得为傅察氏上下打算呢 本宫怎会不知道 连因克尔沁部 对傅察氏有莫大的注意 也可帮助皇上 制衡蒙古大步 可是 本宫身为人母 舍不得情色 可傅恒大人说 天大的好处 不能给了太后和纽红路氏 本宫这一辈子 都在为了傅察氏 就不能许本宫 私心意悔吗 傅恒大人说 您并重 我能不想到万一 如果 谁还能为公主的婚事打算呢 他们哪里是为了本宫 和景色着相 他们的满心里 只有傅察氏的利益 您是大清的皇后 更是傅察氏的皇后啊 本宫为了傅察氏的荣光 已经耗尽了心血 舍出了一身 结果 连自己的女儿 也要跟着本宫一同牺牲 娘娘 您该吃药了 娘娘 贤贵妃来了 今儿倒是热闹 家妃刚走 你就来了 人人都往本宫跟前凑了 臣妾是来禀告皇后娘娘 皇上命臣妾和淳贵妃 去劝说和景公主远嫁蒙古 克尔清步 皇上思虑再三 宁舍一时之情 也为公主找一个最好的去处 永宫身为皇后 皇上有什么事 自然会亲自来跟本宫商议 胡须你来告知 再者说 本宫母仪天下 与皇上一心 自然以国社为主 景色是嫡公主 何该为大清的江山设计 奉献一切 皇后娘娘不舍公主 但为了江山设计 如此通达 垂范天下 令臣妾钦佩万分 您宽宽心 对奉体也有意 你不要总惦念 当年差点成了皇上的敌伏计 现在看着本宫体虚 就像岳祖带袍 臣妾还并无此意 皇后娘娘提起这些事 这么多年是皇后娘娘放不下 幸有执念 难免行事悲乱 本宫是大清的国母 从来行事清明 何来的悲乱 皇上了解皇后娘娘 心悉天下 更心悉复查世 皇上知道皇后娘娘 会云准和静公主 驾往蒙古大部 一是为了江山设计 而是为了公主有个好的归宿 和复查世互相扶持 延续复查世的荣光 出身大族的女子 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 费尽心思 当年 你的姑母这人工 不也如此 她费尽心思 把你塞给三二哥和皇上 又为哪一般啊 你啊 不会是想费心 你族中无人罢了 臣妾族中是无人 臣妾更无儿无女 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 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 也实属不易 只想过简单随心的生活 不想似娘娘般 被族中亲人逼迫 做着违心之事 含泪待笑 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 你少在这里扮伶牙俐齿 劝得服景色 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 皇后娘娘尽保重奉提 来日还要送和静公主出家 臣妾先告退了 procedures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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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烫着吧 你吓上气 千万保住身体啊 公主 贤贵妃娘娘和淳贵妃娘娘来了 坐吧 公主 在看女泽啊 想必 是重敬长孙皇后的言行 皇上已经想好了 公主驾往蒙古科尔沁部 婚事就定在明年三月 草长英妃 春河景明 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 我不嫁 即便我真的要嫁 我乃中宫嫡楚 婚嫁大事 岂是你们二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 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皇额娘向我说 公主说得极是 此事原本不该我二人开口 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 皇后娘娘病弱 无暇顾及公主 皇太后年事已高 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 所以才将此推薪之父之事 交于我二人 说来呀 皇上真是心疼 公主是嫡女 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 最尊贵 最至亲的王爷为额父 这门亲事啊 果然是门当户对 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 传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 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 这锦言才两岁多 要如何出嫁 公主 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安定四方的后援禁律 满猛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 那又如何 我不喜欢自然不讲 公主想天下之哑 就该为天下清尽心力 更何况这次 只是让公主遵循满猛联姻的救赎 父母在不远游 皇阿娘抱病永从夭折 我身为长女 理应承欢膝下 洒扫侍风 以权孝道 公主的这门婚事 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小道 怎么可能是皇阿娘 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 亲阿哥早上 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公主您一个人 若要中宫之位稳弱泰山 就须有强劲的依靠 公主加往克尔沁补 便是最好的打算 先贵妃 何必把这些事情 与公主说穿呢 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 本宫要跟她说一说 公主若不明宫中的道理 本宫也得跟公主谜一谋 皇上执掌四方 就须安邦定国 皇后娘娘位置中宫 就须弱于天下 公主是天之娇女 就须为大秦尽心尽力 为皇上皇后尽辅佐之责 在这宫里边卑微如奴才 尊贵如公主 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 别无选择 皇娘 景色 你皇阿玛 竟然让两位贵妃去劝你 就说明她决心已定 只差一道圣旨 颁布天下 皇上的脾气 皇额娘是最知道的 江山为重 她决定的事 就再难转换 哪怕是皇额娘 事先备了万一的侥幸 如今 也是不能了 可是皇阿玛 还有横体长公主 这个妹妹 横体长公主 是儿臣的姑姑 还比儿臣大了几岁 为什么皇阿玛 必要选儿臣呢 你皇阿玛 原本也想让横体长公主 嫁出去 可若真的要做 无疑是加强了太后 与蒙古各部的联系 皇阿娘的意思是 就因为太后的端书长公主 嫁去了蒙古 所以横体长公主 不能再嫁 是 可儿亲不 是我大亲 最重要的隐亲 是大亲安定的后盾 要嫁 只能嫁最亲的人 而你 若是嫁去蒙古联谊 便是对皇阿娘 和夫查氏一族 最大的扶持 所以 真的是儿臣了吗 这是最好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 不能赶了太后的女儿 必须要抓在我们的手上 可是皇阿娘 您真的舍得女儿吗 皇阿娘 从一出生 便知道 自己这个人 这一条命 都是属于夫查氏的 像你 一出生 便是公主 你的一切 是属于大亲的 作为大亲的公主 这是你的职责 也是你最好的贵宿 儿臣 儿臣明白了 儿臣既然存定了孝夕 也是大亲和夫查氏的亲王 那么女儿 顺从就是谁 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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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主 我头一回知道 原来生在帝王家 是如此艰辛 还不如做一个 乡野村妇的女儿 还没了这么多居数 本宫无能 不能保住皇子 以后 复查室的积夜和长盛 一般是要靠景色了 娘娘一番苦心 还是不要多死老神了 赶紧歇一歇吧 娘娘 娘娘 林夕 快进来扶娘娘 娘娘 娘娘 快去请太医啊 娘娘 走 快扶娘娘到他上 娘娘 去哪儿 你能保住 我们都要出现了 呢 这儿是 快扶娘娘 你能保住 我都要保住 你能保住 我都要保住 景色在朕心目中 掌上明珠的地位 臣妾知道皇上 一向疼爱何敬公主 在朕的心中 女儿与世无争 怎么教养都不过分 纵然偶尔 景色骄纵任性 但朕也从来不以为意 朕一直以为 景色会永远待在朕的身边 承欢西夏 从未想过有一天 她会远嫁 皇上这般舍不得公主 要不然 要不然皇上 在京城设立公主府 让公主和儿父成婚之后 多还来省亲 这也算是个缓和 不然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朕只希望 景色可以安心地 接受这门婚事 从今往后的日子 能够何乐美满 克尔卿与大卿联姻已久 此番臣意求取 他们一定会好好待公主的 皇上您也不必太忧虑 但愿如此吧 顾伦何静公主 上蒙古科尔庆部 敬封横提为顾伦柔书长公主 明年三月上礼藩院 侍郎宗正 艾家知道这个宗正 出身书香门帝 是个踏实有才之人 而且 横提嫁入京中 可以时常在艾家面前计孝 太后 心愿已足 再没什么不高兴的 是啊 没凭争气 没少在皇帝面前吹风 贤贵妃很尽心 若不是贤贵妃想到反其道而行之 皇帝没准还听不进去呢 也是皇后病重 总要为女儿想个好去处 这个好 在傅察氏族人面前 必定心动 皇后娘娘的病 皇上心里有数吗 皇帝当然是知道的 这不吩咐了提前回轮 不吩咐 皇后 皇上 你怎么在这儿 躺着 躺着 朕原本睡下了 但心里面 总是念着你和景色 心里不安 所以过来瞧瞧你 谁知你一直昏睡着 臣妾已经好多了 皇上 臣妾 想再次去陛下援君祠拜仇 希望 赐臣妾一个嫡子 皇后 你身子不适 不宜劳动 过些日子 朕打算挥卵 咱们也该回京 为景色的婚事准备了 臣妾没事 你好好歇着 朕去前厅做错 再回来看你 朕打算 皇后的身子 已经遭到了这种地步吗 皇上 皇后娘娘这些年 皇后娘娘 是用心过肾 其实 大半是心病 微臣们 只能医得了病 却医不得心哪 望皇上 恕罪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这次有景色的婚事冲洗 只要你们细心医治 皇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 黎月 未免车马颠簸 皇后的身子受不住 回城改走水路 你加紧安排 朕 医得了病 医不了心 本宫 果真落到如此地步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下午有狂就不是 为什么掌握 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喳 皇上 没几步路 有苏联和联辛 陪臣妾回去就行 礼遇还是伺候皇上要紧 好 你回去时 小心足下滑着 臣妾多谢皇上关心 皇上 臣妾告退了 离岳 山东巡抚 新进了一个四周班子 可以让贤贵妃过来赏月了 晚膳前奴才去通船过 这时候贤贵妃该过来了 今晚月色真美 本宫许久没有见过 这么清冷的月色了 皇后娘娘 别招了风 咱们还是赶紧回船上吧 娘娘喜欢赏月 不如奴婢去让齐太医 晚点来整外 临心陪着娘娘 也好 给皇后娘娘请安 先贵妃 这是要去哪儿啊 皇上有旨 让臣妾去赏月 去吧 她这般得意 她是要在本宫面前药物扬威吗 娘娘 回船上去吧 本宫 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那奴婢去取些药来 这个还挺好吃的 问纯贵妃于非安 梅品来了 快坐吧 可行上茶 是 怎么想着过来了 妹妹睡不着 来找姐姐们聊聊天 只怕是妹妹太像皇上了 才会睡不着吧 姐姐们知道吗 东旬前 青天剑层禀报说 贺兴献离宫 御室中宫将有祸殃临头 这如今看来啊 皇后娘娘病重 就是应了这句天象啊 不能乱讲 皇后病重 是因为七阿哥过世 伤心过度所致 可怜的孩子 怎么就得了斗意 还好这场斗意 只是轰了一个七阿哥 别的阿哥和公主都安然无恙 也算是神佛庇佑了 有什么可怜的 两位姐姐 没听说过一种说法吗 什么 一报还一报啊 为娘的做了什么念 便都报应到孩子身上 这二阿哥和七阿哥 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孩子 怎么会都早腰了呢 梅嫔 说话不要没遮面栏的 若是给皇后娘娘听了句 一报还一报 一报还一报 本宫做了什么念 都报应在永莲和永丛身上 为娘的做了什么念 便都报应到了孩子身上 不 不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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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什么东西落水了 来人 来 要不 我们去看看吧 姐姐 别呀 外头伤痕 也对 若是有人落水了 必定会呼救 我会这么安静 来人哪 皇后娘娘落水了 来人哪 快来人的 王 144 快救救了 快来人的 王府警 stages toesus 快来人的 快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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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奴才该死 好了 停手吧 说到底 也是皇后 让他们取药找太医 才没跟着的 平日里这两个丫头 还算是浸心 等皇后好了 还得留着伺候皇后呢 皇娘宽远 罢了吧 该罚的也罚了 听说把皇后救上来的 是个御前侍卫 是吗 是侍卫林云彻 看到皇后娘娘落水 跳下去救的 是个有功的人 皇上 林云彻是皇上御前 最莫等的兰陵侍卫 此刻正在换衣裳 一会儿就过来回话 传朕指引 林云彻救护皇后有功 赏白银三百两 升为三等侍卫 不必进来歇恩了 喳 齐太医 怎么样啊 齐太医 皇后娘的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先禀告皇上去吧 皇上 如何 皇后娘您府中的水 水已经空出来了 娘娘的脉象是怒急攻心 心里交瘁之兆 此刻谈其尚用 迷了心窍 甚至一直未曾清醒 嘴里说着什么 一包还一包 只怕是 只怕 只怕什么 皇后娘您由尽灯枯 尽灯枯 怕是到了弥留至极了 但愿皇后娘您 负责身后 上天毕庸 您会说什么 皇后娘正值盛年 怎么会尤尽灯枯